大家我是霸卷 小修三加二加二算成是二十二 家长和小领导一致认为 答案是正确的 老师却始终坚持 答案实施 结果被炒了鱿鱼 一部讽刺美国教育的黄丹影片 二加二等于二十二 一名男孩因为数学测试不够管 被老师教到办公室 很简单的一到一年级的算术题目 二加二等于多少 男孩起来的答案是二十二 老师耐心对他进行教导 计算比较简单的个位数加减法式 如果初学比较吃力 可以适当利用手指 或者其他工具进行计算 例如两支笔再加上两支笔 一共就是四支笔 所以答案应该是四 而不是二十二 男孩始终坚持 自己的答案就是正确的 根本不听老师的任何纠正和教导 好小子 随后老师请来 男孩的父母沟通一下 两人因为自家孩子 遭遇了校园霸凌什么的 直到老师说出 孩子将二加二算成二十二 两人当场忍不住笑了起来 还以为是多大的事 老师纠正二十二 是错误的答案 老爸却不这么认为 答案是对还是错 也不是老师说了算的 凭什么老师说了答案 就一定对呢 很明显老爸对这个老师 很有意见 还对着他说起了粗笔之语 老妈也起身 打算去校长那里投诉他 老师不想再跟这样的人 纠缠下去 顶了他没几句 结果被打了一把 校领导接到家长的投诉 找老师谈话 希望他可以向两位家长 赔礼道歉 老师一挺当场懵的 自己教学的教学能力就算了 当中动手打着 还有理了 老师人时人量的不能再整 当场好像领导刚得起来 老师只是教导传授他们正确的东西 仅此而已 校长却认为 不应该经过他们的思想 不应该将个人的偏见思维 强行灌输给他们 两人就这样一来一往 辩论了起来 加两个答案之间 尽情的嘴炮 很快这件事在学校传开 众多家长举牌狗事 康义老师对孩子进行洗脑教育 而应该遵循他们的意愿和思想 考虑的部分家长已经起诉老师 学校委员会不得不出面想办法解决 老师依旧坚持自己的正确答案 高丛却认为 答案也许有很多个 不一定只有一个答案是对的 很明显现在的问题 已经不但是答案正确与否 而是生成到了个人思想的层面 高丛决定对老师 做出暂时停止的处理 好安抚一下家长们的情绪 以及社会方面的影响力 希望他可以好好地反省一下 老师的数学门事件 被媒体广泛报道 在社会上也引起了 很大的红冻和两极评价 一部分人是支持他的 另外一部分则是反对意见 学校过程因为不堪舆论的压力 被迫辞退了老师 而且他一起来新闻媒体 当面和他接触拼用关系 一次性负习 两个月的工资 4000元 只是校长没想到 最后被老师临时查了一刀 以其人之道 还记其人之事 重工资2000加2000 应该是22000 而不是4000 结果校长当场傻眼了 无奈有媒体记者在现场 只好乖乖听话 交出22000 看完后 我只想说 任何东西都有一个既定的标准 也都应该有一种 自己的发生性思维 在这个过程中 应遵循答案和标准 进行探索 而不是一味的批判和否定